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 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本为善要歌颂他的名 因为这是美好的 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 拣选以色列特做自己的子民 诗篇135篇是一篇赞美的诗集 它是从其他的诗篇当中摘录编辑而成的 例如第一节到第二节是摘录诗篇134篇第一节 第六节是摘录在诗篇115篇第三节 第七节是摘录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三节 第八到第十二节是摘录诗篇136篇第十节 而第十三节是摘录诗篇102篇第十二节 15到20节是摘录诗篇115篇4到11节 所以这一首诗篇虽然取材编辑而成的诗篇 但我们仍然能够看见在编写这一首诗篇当中 他的用心和所下的功夫 这一首诗篇的结构非常的细密 文词非常的迫切 而且令人仿佛自身在敬拜赞美神 跟神的荣耀当中 诗篇以赞美耶和华的呼吁作为开始 因他的善和他拣选了以色列 并且他是创造的主和历史的主 然后他继续描述这一切的 我们所造的这些偶像 其实都是雅的虾的龙的和没有生命的 因为他们是由人手所造的 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呼吁 所有的百姓都要赞美耶和华 因此全诗分为四段 第一段是着急人去赞美耶和华 是一节到第二节 第二段是神配受我们的赞美 是在第三节到第十四节 第三段是偶像的无能 跟拜偶像者的命运 是记载十五节到十八节 而最后一段第四段 是提到了应当赞美真神 就是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所以从这一首诗篇 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中心的信息 就是圣民都应当赞美耶和华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首诗篇的开头 诗人就邀请耶和华的仆人们 要齐来赞美耶和华 这跟结尾有呼召众人要歌颂耶和华 而中间又有详细的说明 人为什么要赞美称颂上帝 而诗人说到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 都是站在他的殿当中 一同来赞美跟称颂神 包括了他是独一的上帝 他的名 他的美善 及耶和华本为大 超乎万神之善 以及他是一切造物的主 他统治万邦 又是以色列的救赎主 他比偶像更加的超越 所以他宣告了 谋神拣选的人 都要站在耶和华的殿当中 来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哈雷路亚 哈雷的意思就是赞美 而路是起始的语气 而这个亚是指的是耶和华的简称 所以这一首诗 又可以作为哈雷路亚的一个开头 又以哈雷路亚作为结尾的诗 而且这一首诗呢 每一节都引致到圣经其他的出处 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到 圣经就像花谱当中 拣选了美丽的一些花朵 而编织成一首赞美的花束 来献给神 耶和华的仆人呢 指的是在圣殿当中 侍奉的祭师和立位人 而神的本性是美好的 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歌颂跟赞美 所以赞美神也是美好的 神的百姓之所以要赞美神 首先是因为耶和华 他本身他就是善的 他的本性也是配得我们赞美的 第四节提到 原文有提到是 因为来作为开头 指出神的选民应当来赞美神的原因 而雅各是以色列的祖先 以色列呢 是神给亚各所起的一个新的名字 亚各跟以色列都代表了上帝的选民 神的百姓所以应当赞美神 是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亚各 过于他自己 而蒙恩典的百姓 你当要赞美他 亚各其实他的本相是自私的 是诡诈的 但他却蒙了上帝的拣选 同样的新约我们的信徒 也都是不配的罪人 却因着神的良善而得到救恩 因此我们也一当来赞美 那位拣选我们的上帝 这一首诗篇呢 全篇有提到了四次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最后呢又重复了四次说 要称颂耶和华 到最后诗人把赞美跟称颂 合在一起说 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 因从习安受称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能够站立在耶和华面前来赞美他 这是何等大的权利 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首赞美的诗歌 无论我们身处在顺境或者是逆境 我们的口中都要满了赞美称颂耶和华的名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从万人当中拣选了你 你是否愿意成为神中心的仆人 带领人来赞美主呢 愿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